登登登登 這樣就完成我們今天的母豬籃上版教學了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金今天要來做什麼呢 今天要來帶大家做鹿角爵鋪馬 當我們今天收集到一顆很漂亮很特別的鹿角爵品種的時候 要怎麼讓它長出更多的鹿角爵呢 今天不嘗試就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一步一步帶大家操作 首先我們先了解一下鹿角爵的生長特性 其實我們所謂的側牙其實是鹿角爵的根牙 是從鹿角爵的根部分化出不定牙而來 也就是說只要根生長到的地方就有機會長出側牙 所以就要有一個容器有辦法容納大量的介質 還有很大的表面積才有機會長出更多的側牙 也就有廠商開發出這樣子的母豬籃 那我們今天採用的是職人上版的無蝦米白金籃 它採用304不鏽鋼 然後靜電烤漆成黑白兩色 同時兼具耐用枝蓋還有生產力的產品 那除了母豬籃之外我們還需要的材料有 水胎火30 沒錯你沒有看錯就是九頭十頭 因為我們製作母豬籃的時候啊 會用到大量的水胎 那大量的水胎就很怕排水來不及 鹿角爵就容易爛掉 所以我們就要留一些這樣子的透水戒指 也可以使用樹皮 也先不太建議因為 也先容易會有酸化的問題 種比較久的話它會後面它鹿角爵有可能就 就會直接死掉了 再來是釣魚線 那為了方便拍攝 還有等一下大家特寫的時候 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我們選用有色的釣魚線 最後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要有一顆很特別 又很漂亮的植株 那我們今天就拿SS Phone來示範 用力的把水胎塞進去 不用怕齁 反正本來就要用掉很多水胎 用力塞就對了 然後鋪完底層跟周圍之後 我們可以把整包火30米 倒在中間 再用水開鋪好鋪滿 再用水開鋪好鋪滿 然後跟我們平常上板一樣 大概中間下來一點點的地方 或者是三分之一的位置 然後就可以來纏繞我們的釣魚線 那這個籃子的四邊啊 四邊分別都有兩個反勾 可以勾住釣魚線 好 然後我們在繞的時候啊 要走直的 然後橫的 還有斜的 把它完整的牢牢的固定住 然後走斜的時候啊 有一些小技巧 等一下綁的時候會邊講 然後特寫給大家看 然後我們先在其中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先在其中一個地方 其中一個 勾的位置 打上兩個死結 然後就開始 纏繞我們的線 那可以先 走上來 然後 稍微 壓住它這個舊的臉 稍微用力一點點沒有關係 不然等一下蜘蛛會跳 然後繞的時候啊 要稍微避開新的 營養液 營養液會被 線擋住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其實 鉤子跟鉤子中間是有一些 有一些死角是沒有辦法包覆到的 那我要說的小技巧就是 可以先做出一個U型 然後穿過母豬籃 勾住 這個反勾之後 就可以 比較多彈性可以去 去把線鋪滿 然後 穿過來之後 找最近的一個鉤子 然後 讓它 勾住 這樣它就 等於是這邊又多出一個勾子的感覺 就可以從這邊再出發 再去纏繞更多的地方 然後 你看 鉤子原本在這邊 但是我就可以 這邊固定住之後 這邊支撐的點 我就可以從這邊再 往其他的方向去讓 還有 只能照顧好 就可以 都會做到 最後阿 我們可以檢查一下 就是有一些比較空洞的地方 我們可以再塞一些水苔 還有啊 母豬蘭雖然深度比較深 比較傷水苔 但是採測芽的時候可以保留比較多 比較完整的根系 再恢復還有生長都會比較快速 這樣就完成我們今天的母豬蘭上班教學啦 你學會了嗎 如果還沒的話 可以倒帶看十遍 大家可以趕快回去打造自己的鹿角爵鋪滿吧 祝大家多子多孫多福氣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歡迎大家按讚留言和訂閱我們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點個結束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